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天我们就跟这个story 导席主持人怎么个站 怎么个想像那个三维的graphics 就在他的眼前 然后他就要跟它有一种互动 那我们拍摄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片子交给那个graphics的制作 管队 他们就把这个电脑里面真正的把密贷的那些数字给他们图案汇出来 我觉得拍摄的这个画面 拍摄的数字能说话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像数字就在空气中出现 而且视线的聚焦点也要是比较精准 它提供的地方前一点后一点或者左一点右一点 在视觉上的效应都会有效率 所以在开上过程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必须定格选择当摄影员来帮助聚焦点的效果 所以它可能需要耐力和脚力是这样的规控 就是要想像跟空气说话 它数字跟你交流 所以大家看数字能说话呢 就会了解说它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之前有一个保育室Houseful Day 我们节目的定位一直都是和大家的长生活信息相关 所以我们这次的选材决定是从衣食住性招手 其实是一些比较枯燥的一些课题 我们决定用图字处理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希望能够以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让大家能够有兴趣 去关注生活周边的一些数字跟一些趋势 数字能说话 财经追击 财经追击 10月5号起 8频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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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